当地时间11月27号 2017年德国多特蒙德足球队大巴袭击案 在当地的法院宣判了 现年29岁的案犯谢尔盖被判处14年的监禁 我们来看一下 当地时间11月27号 多特蒙德市地区法院公布 2017年多特蒙德足球队大巴袭击案判决结果 案犯谢尔盖被判处14年监禁 根据判决书 谢尔盖事先在多特蒙德队大巴 必经之路附近安放自制炸弹 在大巴经过时远程引爆了炸弹 法院判决谢尔盖意图制造 多特蒙德足球队队员死亡 导致该队股价下跌 已从中获利 判处他蓄以谋杀 制造炸弹袭击以及严重伤害罪 据此前报道 谢尔盖在发动袭击前购买了 大量多特蒙德足球队股票的看跌期权 谢尔盖公认制造并引爆了炸弹 但坚持自己并无杀人意图 制造炸弹袭击的目的是散布恐慌情绪 但法院认为被告作案时清楚 该袭击可能导致他人死亡 因此不能否认其杀人意图 2017年4月11号晚 多特蒙德大巴在离开酒店前往球场途中 接连遭遇三次爆炸袭击 车上一名球员和一名护送大巴的警察受伤 接连遇三次爆炸袭击前质